告别丹麦金字塔一家后 我们前往安徒生的故乡欧登塞 一路穿过烂漫的薰衣草花海 和遍地绵延的金黄麦田 晚上没能在幽深林子里找到小木屋 只能在陌生人家草地上搭上棚过夜 在丹麦的金字塔土耀家住了三天 离别前给他们写了明信片 OK,我们准备了 这里是一张报告 从中国 我们可以写你什么东西 哦,谢谢 中文 对 哦,你是一张报告吗? 它必须是绿色的 它必须是绿色的 不 它不是绿色的吗? 不是绿色的 它是绿色的 绿色是在办公室 对,因为我们只有很多绿色的绿色的绿色 你搜的福生半日闲 人间智慧是秦华 它是绿色的 它是绿色的 你享受你的生活 这些绿色的绿色的绿色 对你身体的绿色的绿色 好,我们要去捕捕 我们要去捕捕 对,我们要捕捕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要找出去了 Yes, yes, 云南 我跟着你 拜拜, 出去了 Yes, yes 云南 Yes, 云南 云南 走了哈 拜拜 沿途路过一些村镇 房子都很荆草别枝 五颜六色都有 造型各个不同 丹麦真不愧是童话的家园啊 路边有一大片野生的薰衣草 镶嵌在绿色的森林间 让我忍不住犯了花痴 在粉紫色的花海间流连忘返 在夏天的丹麦原野 闻到了春天花蜜的香甜 沿途更多的是金黄的麦田 一大片一大片像浪潮一样蔓延 又让你在夏天的丹麦 看到金秋的盛景 丹麦土地贫矿 机械化也高度发达 现在正是丰收季节 大型收割机在麦田上 缓慢而有力的行走 收割后留下的线条 在广袤大地上延展 也有几分简约干净的几何美 新阳西夏后 我们在一个叫Shout的APP上面 找了一个海边的小木屋 然后跟着果果地头去找 据说丹麦有很多小木屋 政府修建的可以免费露营 结果我们穿进了一片 非常优深昏暗的树 那里有指示牌 它指示牌这里是四人的 本来想去找一个小木屋的 没找到 于是到旁边一户人家的草地上 搭了帐篷 在走这个路的时候去换一下 换一下 去我们这老鹅 那个夜路 我觉得这种路会比老鹅那个夜路更恐怖 老鹅那个夜路最起码我们知道前边 有住的地方 这种山林里边烂路 我觉得这种路 你要让我跑的话 我是不敢跑的 我情愿不起 我都不想摸黑心 上次大阪也没晒两台 啊 看 看 这边 手电子 这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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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我们睡觉 于人家的草地上的 巴掌 然后过那边 好 这里是一个老人家在住着 一个 可能有八十岁的一个老人家嘛 一个人在这住着 有一个亚洲的女士过来 昨天晚上开车过来 然后又走 早上也过来一趟又走 估计是这边请的护宫吧 他们也同意 我们可以在他们家草地上 搭帐篷过夜 老爷子不太会说英语 但是他示意我 可以用这个水龙头的水来洗脸 看你们都做了啥坏事 抓贼了 肚子里面淘出了好多 苹果都是苹果 你们要摘梨子吗 太高了我够不着 我想摘 我们再去摘一点梨子吧 走 那梨子好吃 太高了 这边水果都没人吃 你看多好的梨子 就掉地上烂了 不能浪费了 这大自然的馈赠 没人吃掉了也浪费 我们搞点下来吃 Kalau你再摘下的梨子 你再想沾一下 哦 也会在上的梨子 不要说 没人看 他去算 他还是在里面 尝试 因为我去看 里面 我去看 我去看 你再去看 我去看 准确的时候是剪